第七十四章 立场覆盖 新际战场的情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说的 譬如对方军队的调动情况 后勤情况之类的情报 而是指战场上的实时情报 比如对方参战的飞船还剩下多少艘 战力如何 目前所处的位置 但是 下一步攻击方向 攻击手段等等 甚至 就连对方发射出的一颗炮弹的轨迹 能及 可以对几方哪艘飞船造成何等伤害的 也是战场实时情报的一部分 战场实时情报 通过散布在战场周围的监测卫星来收集 在战场实时情报处理一部分 小语毫无疑问是远远强于对方文明的 这是智慧生物和电子系统结合之后 所特有的能力 任何人都无法复制 当初 就是靠着这种能力 小语才在面对蜥蜴人的战争中获得了胜利 现在 小语希望再一次凭借这种能力 这种能力 将在双方进入贴身厮杀阶段之后 完全地展现出来 在双方各自发射出能量武器之后 仅仅过了不到30秒 能量武器就靠近了对方舰队 由于有超级通讯的存在 小语提前开始了躲闪动作 躲闪的结果是 有432艘飞船被摧毁 其中包括三艘陷级飞船 对方的能量武器速度比我的快 威力比我的高 果然不愧是三级文明 小语安安心惊 不过 想来我的战果也不会比他低 毕竟我是给他们做了网络覆盖的 小语思考着将目光放在了对方舰队上 数十万颗摇曳着幽蓝色光辉的能量炮弹 迅速地杀入了敌方舰队 小语看到 有几十颗能量炮弹 同时命中了对方一艘 相当于自己相及大小的飞船 这些能量炮弹 在和飞船能量护照接触的一刹那 红然爆炸 立刻 卢卡万民飞船的防护罩 爆发出了强烈的闪光 一闪而过 小语甚至敏锐地看到 在这艘香气飞船的尾部 冒出了阵阵延误 是支持能量护照的能源供应系统 被烧毁了吗 小语暗暗做出了猜测 能量护照 需要源源不断的能源供应 小语目前暂时还无法制造出来 但是这并不妨碍小语对其展开分析 小语知道 在受到超出其能量承受力的攻击之后 能源供应系统会因为超负荷运转而烧毁 同时 能量护照也会消散 也就是说 能量护照 被击破了 很显然 这艘香气飞船 就是被这几十颗能量炮同时击中 被打破掉了能量护照 失去了能量护照之后 它的结局 就只剩下了一个 那就是 在庞大的能量余波之中 轰然解体 这是第一艘被小语摧毁的香气飞船 在这艘香气飞船爆炸之后 小语看到 有一艘陷气飞船 同时受到了三百多颗能量炮弹的袭击 同样 在爆出一阵白光之后 红软爆炸 其爆炸的余波 将它旁边两艘村气飞船 都击毁掉了 干得好 小语忍不住 一声喝彩 小语一共发射了三万多颗 威力不挡的能量炮弹 这样算来 每一艘敌方飞船 平均都会被分配到四十颗 但是因为小语 是按照网络覆盖的方式发射的 所以大部分炮弹都会浪费掉 就算这样 在这一次交锋中 小语也摧毁掉了对方一百余艘飞船 这其中还有三艘是县级飞船 这一波交锋中 又占据我飞船总量 百分之二的飞船被摧毁 对方则被我摧毁了百分之一点七 哼 这已经可以算是一个胜利了 这个战果让小语大受鼓舞 毕竟天苑C处的飞船 只是小语五分之一的力量 能量炮弹的护射 将是双方最后一轮远程攻击 能量炮弹护射的开始 标志着双方即将进入近身厮杀的阶段 近身厮杀阶段 才是飞船损坏率最高的阶段 双方也将在这个阶段里 分出胜负 小语的自己获胜 不抱任何希望 在小语的规划中 天苑C作为第一道防线 起的本来就是消耗对方力量的作用 天苑B和小行星弹 以及太阳帆和天苑A大本营 才是消灭对方的地方 双方的距离只剩下了六万公里 在太空之中 这个距离只需要几秒的时间 就可以跨越 这代表着 双方要进入到真正的最残酷 最激烈的近身厮杀阶段 小语斗志昂扬 已经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能量炮弹的护射 还在持续着 不断地有飞船解体 爆成一团灰激 双方各自都在太空中 布置下了天罗地网 在这片区域中 至少有双方的几万颗卫星存在着 在正面战场之外 这些卫星还在进行着另一场 龙争虎斗 那就是隐蔽性的比拼 情报收集能力的比拼 抢先发现对方卫星 并将其摧毁 也就是战斗力的比拼 小语发现 自己很吃亏 因为自己布置下的这些卫星 为了隐蔽性 就必须牺牲掉体积 牺牲了体积 就等于是牺牲掉了 充足的能源供应 自己的卫星 并没有攻击能力 而只有情报收集的能力 可是对方的卫星 在维持了隐蔽性的同时 居然还有着攻击能力 在这场侧面战场中 小语处于绝对的劣势 不断地有几方卫星 被对方卫星发现 并被击毁 这代表着 更加高效的能源利用方式 这是科技程度的差距 小语对此毫无办法 只有分出一部分飞船 来专门对付对方的卫星 并且 加快了内部工厂 制造卫星的速度 不断地发射出新的卫星 才勉强维持住了 自己的情报收集能力 在幽蓝色能量炮弹的护射中 双方的距离只剩下了四万公里 在这个距离上 小语忽然 察觉到了一点不对劲的地方 自己的飞船 外壳温度忽然升高 而且 飞船内部 开始由火星爆射出来 像是线路短路了一般 这是怎么回事 小语立刻开始了研究 研究的结果 让小语大惊失色 这 这是三级文明的攻击手段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有这么变态的攻击手法 小语察觉到 有一股特殊的立场 从对方的旗舰级飞船上面发射出来 笼罩了方圆 几万公里的范围 这是场立 就像是磁场一般 随着小语的飞船 在这个立场内不断的运动 就有一阵阵莫名的能量 从飞船的外壳上诞生了出来 随即 穿遍了整艘飞船 就好像是发电机一般 地球上的发电机 用导体切割磁力线 就会有电能 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在这里 小语的飞船切割对方的立场线 就会有这种莫名的能量 产生了出来 小语并不了解这种能量的性质 可是这种能量所带来的后果 已经显露了出来 已经有数百艘村级飞船的外壳 被加热成了红色 内部的线路也被高温所破坏 甚至连核聚变反应炉都受到了影响 小语看到 有五艘村级飞船 轰然爆炸 变成了碎片 小语总算明白了 当初自己的子弹洪流 为什么打不到对方的身上 对方的舰队被这种奇特的立场所笼罩 而高速运动的子弹洪流 进入到了这个立场 因为速度过快的缘故 能量积累也十分之快 所以很快被引爆了子弹里面的核弹 还没有打到对方的身上 就爆炸了 可是小语却看到 对方的飞船 依旧自由自在地 在太空中飞行 没有受到一点影响 这是什么科技 这张 还怎么打 小语暗暗骂了一声 急速地思考了起来 不论是多么神乎其神的科技 都不可能违背最基础的物理理论 我的飞船和他们的飞船 同处于一个立场之内 没道理 我的飞船就受到攻击 他们的飞船就可以免疫 目前看来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他们的飞船 采用了免疫立场攻击的材料支撑 但是看起来不大可能 二 就是他们的飞船能量护照 隔绝了这种立场攻击 这种可能性 很大呀 我靠 这是欺负我 没有能量护照科技啊 必须要想着办法来应付 否则 只要一运动 我的飞船就会受到影响 这对我来说 是必败的局面 旗舰嘛 防护罩很坚韧嘛 那就让你尝尝 我最新研制出来的武器吧 对方最大的飞船 长有1500米 宽有400米 高有50米 这是真正的巨无霸型飞船了 甚至比萧宇最大的十架庄号飞船 还要大出一点 这么巨大的飞船 其能源供应会有多么充裕 可想而知 能源供应充裕 就代表着能量护照 极其坚韧 但是萧宇有信心 击破起能量护照 击毁其飞船 因为萧宇有必杀技 杀手前 那就是 水滴外壳的碎片 能量大炮改进行 一百炮连法 萧宇下达了命名 通过能量武器的发射方法 一个能量碎片 可以达到原本最大威力的 能量炮弹的十倍 一百炮连法 就是将一艘世纪飞船 所装备的一百片水滴外壳碎片 一次性全部发射出去 这将会有多大的威力 萧宇没有实验过 所以萧宇并不知道 但是萧宇相信 两艘世纪飞船 一同用出一百炮连法 击破其旗舰能量护照 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要玩就玩自大的 萧宇狠下了心 天苑C 六颗武装卫星 处在发射位的 十二门能量武器 一同发射 要先将他们的旗舰打下来 破掉这个立场